嗨,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做202题happy number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样子的数字是叫做happy 判断一个数字是否是happy的 我们就是把这个数字拆分起来求平方和 得到的新的值再拆分求平方和 直到最后的结果是1 或者是在无限循环在一个范围内 这样听起来可能会有一点晕 我们看一个例子就会忽然开朗了 给另一个数字是19 我们把它拆分出来 然后求平方和得到82 继续同样的操作 直到最后的结果是1 或者是它在无限循环在一个范围内 其中不包括1 最后我们判断这个值是否合一相等 就是说最后返回一个bolling值看它是否等于1 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拿一个容器来存这些值 开放里边我们有字典、列表、集合、还有圆组 这四种存储方式 字典它存的是建制对 在这道题里面不适用 我们就不考虑它了 接下来来说剩下的三个 列表和圆组基本是差不多的 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知识化管理的一个组织 这里边它每个人都是有编号的 可以有相同的姓名 但是它们编号不同 所以说我们可以根据索引 根据它的编号来找到那个圆组 那个人 然后也可以通过这个编号 按这个编号为基准 把这个组织一分为二成为两个部门 或者是两个组织 圆组和列表基本是一样的 唯一的区别是圆组定义好了 就不能再修改了 可以把它想象成是监狱的管理方式 人员信息一旦确立不能再更改 另外来说一下集合 集合我感觉很像物品的管理 我们只需要知道这个物品在这个集合之内 但是呢它有多少个有没有重复的 我们并不关心 只关心它有没有在这个集合里面 现在呢我们开始写代码 因为我们并不需要知道它的重复性还有顺序 所以我们用set 定一个空的set cycle等于set括号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所有的平方盒 存到这个set里边 我们写一个循环 for i in 因为它本来是个数字 我们并不能把它一个一个分开 所以要先把它转换成字符串 用straw string n 毛号 然后此时呢把它这些都加起来 n加的 这时候我们需要把i再转换成integer power integer of i 6号2 因为这里边这个power就是算它的平方盒 这里边是几次 它就是几次方 其实我们如果写熟练的话 可以一行来写这个循环 就是n等于括号 这里边如果想变成集合就是括号 如果想变成列表 就是这个方括号 for i in straw n 算它的平方盒 power integer i 6号2 最后把这些平方再求和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n 现在我们开始写循环 我们写循环的目的是 把所有的这个平方盒的值 都涵盖在这个cycle里 并且呢它不等于1 所以就是while n不等于1 并且呢它不在这个范围内 所以要进这个循环 就是说n not in cycle 这while注意它这里边要缩近 然后我们要把这个n值给add上 因为我们需要先把它add进去 然后再把它拆分球平方盒 这个要写在这个n的前边 这样子就得到了这一堆的这个cycle值 最后呢return这个n和1是否相等 返回一个bolling值 这样就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我们跑一下程序 最后提交一下 40秒OK 这就是这道题咯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咯 bye by bwd6 by bwd6